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话题就是丝绸之路还是有相关性的 因为清代经略西北 我看到您过去在西北的很多考察里面 其实涉及到我感觉好像是两个大的时间跨度上的板块 一个是可能清代时期 还有一个可能就是更古老的从汉至唐的这段 我们今天来聊的就是您的这本 可以说是历史地理方面的一部作品 当然还是结合了您过去十年的这样的一个实体考察 这本书叫《这才是丝绸之路》 从这个书名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可以联想得出来 这一定是您从13年以来组织的那历次 针对帕米尔的这样的一个实体考察 和您对历史地理这块的一个学术研究 汇集而成的这本书 能谈谈吗 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到现在才出 大家首先纠正你一点 这本书不仅仅关于帕米尔 因为两年前在上海英文出的那个重返帕米尔 是专门关于帕米尔的 主要以玄奘路帕米尔路为主的 知道这个问题以后呢 你就明白为什么十年以后才出这本书 因为这里边的内容呢 我们由东向西啊 从和之座廊开始 包括那个汉唐两座渔门关 以及玄奘偷渔门关的整个故事啊 然后继续向从敦煌出运门 出阳关以后 向西到罗布泊啊 然后经过南疆以后 才到帕米尔高远 其中还有一条 那个就是玄奘从秋辞向西北 过别迭里山口 到那个现在的大青池 也就是伊赛克湖啊 就是当时唐代的四路北道 再往帕米尔 在那个别迭里再向西 就是到现在的中亚 包括阿富汗这一块 还有我们一直到那个 这本书的内容 一直涉叠到最西 达到离海边上 就是那个土库曼斯坦 这就是为什么 这本书现在才出来的原因啊 这是一个 主要因为我大概在19年之前 把中亚这些国家的考察做完了 主要是因为这个原因 这本书的书名叫 这才是丝绸之路 好像这个标题里面 隐含了一种 对于丝绸之路这个概念的 拨乱反正啊 就我自己的看法是 能解释一下吗 是这样 我觉得从两个层次啊 首先讲一下 这才是丝绸之路呢 不是我原来理定的题目 这是编辑后改的 当然我也认可了 原来我给他名字是 叫你从未见过的丝绸之路 当然这个其实内涵有点一样啊 我觉得差不多啊 从两个层面讲啊 为什么这才是丝绸之路 第一个呢 我对那个 因为丝绸之路现在 几乎是一个大众的名词 虽然他实际 李希霍芬创了那个 发明这个词 也就一百多年 而且是外国地理学家 但是没想到这个丝绸之路 一下子变成全世界啊 尤其在我们近十年来 在我们中国 变成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术语 但是我们发现 一个流行的术语啊 必然带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 就是内涵蜿蜿 不断的扩大 嗯 扩大到什么地步呢 基本上现在 只要是一百年前的啊 从中国 只要向到达中国境外的 所有的道路 都变成丝绸之路了 是不是这样 你看一下 对 我有时经常会开一句玩笑 我是地球是圆的啊 那么什么道路 才不是丝绸之路呢 如果你这样的话 不断的犯话的话啊 所以那个 因为李希霍芬 当时的概念定义啊 包括他的地图啊 绘制的非常清楚啊 他就主要根据 汉书西域传啊 就西域南道 西域北道的那些 具体的路线 实际上就是从 玉门阳关出去 经过现在的南疆 塔尼木盆地 越过帕米尔高原 当时叫聪林 到达中亚 泥海啊 地中海东岸这条道路啊 这才是我心目中 理解的经典意义的 丝绸之路 那英文是一个意思的 就是古典意义上 丝绸之路啊 我因为我这本书的 整个那个控制的 就是一个古典意义上 的丝绸之路 所以有时开玩笑 我还有一个反向定义 飞金玉门阳关聪林 皆非丝绸之路 因为汉书续节传 把这个三个地标 是反复强调的 这个三个地标 是最重要的 这是一个层次上 第二个层次呢 因为丝绸之路 现在变成一个大众文化的 一个现象了啊 所以大家 我很喜欢重走思路 但是我看到 重走思路的 最经典的意象呢 就是啊 骆驼趴沙丘啊 我们那个具象一点 就是那个 丝绸之路 明沙山 那个旅游项目啊 这个我觉得就非常 有点好笑 为什么呢 因为你那个骑骆驼 做一个旅游节目 一两个小时没问题啊 你古代的走 一走走几个月 你那个针就晒死了 关键你的水和草在哪 这个完全是反常识的啊 这个我说丝绸之路 不是一个反常识之路 它是一条常识之路 不是一条自杀之路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 通过我的真正的重走 把这个展现给大家 和骆驼趴沙丘相去甚远 嗯 您刚提到了 其实就是丝绸之路 其实有一个广义的丝绸之路 就是大众所理解的 那个模糊的 只要是连接过 这个东西方的 这样的商贸路线 都统成为丝绸之路 甚至不是东西方 东南亚的都算了 都算 海上丝绸之路 所以在您的那个考察里面 其实您做中考察 是历史中 就是当年1877年 李希霍芬 根据汉书研究出来 提出的那条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 对对对 非常经典的 它就基本上就是 河西走廊 加上新疆 到了隋唐以后 又多了北疆嘛 就是印尼那一线啊 然后就是中亚 中亚乌斯坦 加上巴基斯坦 加上那个阿富汗斯坦 实际上阿富汗也叫斯坦了 叫中亚切斯坦 再往西啊 一直到那个地中海 那个东岸为止的 这个非常经典 意义上的丝绸之路 我为什么认为 这样的丝绸之路 才是我心目中 认为的丝绸之路呢 它其实我们前面讲了 我说反向定义 非经御门阳关 皆非丝绸之路 正向定义的话 就是当时 连接地中海文明 和中国文明的道路 才叫丝绸之路 因为当时都是世界上 最顶尖的那个文明嘛 这样的交流 才有全球史的意义 你比如说 我和那个北方 一个小部落啊 弄点盐巴 和换链什么铁锅之类的 你说这叫丝绸之路吗 当然 你一定要叫做 我也不反对啊 但是这个不是 我心目中的丝绸之路 刚侯老师你提到 就是比如说 我们经典的那种 丝绸的这种 视觉印象当中的 沙丘上面一个驼队 这其实不是历史上 真实的 丝绸上的景象 不是 不是历史上 所以真实历史上的 丝绸是一个什么样子 这个很简单一点 比如说从河西走到 像西安 亚欧大陆的内陆 它的天然降水 是比较少的 它主要不是靠下雨 不像我们东南沿海 那它的水 主要来自于哪呢 雪山 有雪山灌溉以后 才形成绿洲 才有水 才有草 你想想这些驼队 驢队 马队 它无时无刻 不需要喝水和吃草 这是一点吧 如果你在沙漠中 一坐坐爬沙丘 我就问你一句 这个骆驼和马队 以后吃什么呢 它们的水在哪 它不可能 一匹马上驼着丝绸 一匹马上驼着水 这是反常史的 这是反常史 还有一个 如果我们在5月到10月 这种季节 春秋季节到 包括夏天 在这些地区 太阳辐射 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简单一讲 叫中暑 这中暑的严重 就是死亡 就是干咳 而死被太阳辐射晒的 蒸发量太大了 所以它一定是 走绿洲里边的 像我们现在到 河西走 到新疆 那这那乡道 村道 才反映了 古代的行走路线 它非常窄 就几米宽 两旁那个白杨树 罩着的话 你剩下的中午 你都晒不到太阳 你为什么不走这个路 你非要走 十几公里以外的 戈壁滩和那个沙漠呢 这个有点反制吧 对不对 那么为什么 我们现代人 对新疆啊 对甘肃的印象 都是沙漠呢 因为我们现在 高等级的公路 恰恰走的就是 沙漠和戈壁 因为它不占良田嘛 因为现在你有空调嘛 你有瓶装水嘛 横跨塔克拉玛 干大沙漠的那种 就是公路 是很现代的厂物 对 因为它一天 就可以开完了 是吧 它那个要走几十天 那就不可能了 所以刚刚您提到 像西域南道 西域北道 其实都是这种 绕开了戈壁沙漠 走绿洲的路线 这个西域南道 西域北道 这个北道 就在天山的南坡 就塔克拉玛 沙漠的北原 恰恰是绕开的嘛 南道也是这样 在塔克拉玛 沙漠的南远 顺着昆仑山走的 恰恰 为什么不走 复兴走呢 对吧 对 因为那个我关注您 那个就是13年 当时就已经开始这种 帕米尔的考察 因为当时您在微博上 也经常会发这些内容 那些年就是您组织的那些考察 大致分成几次 或者大致分成几个不同的目的 首先呢 因为我是13年4月 第一次开始呢 这个帕米尔高原的 斯托之路考察 也是我进行 斯托之路精准复原的 第一次考察 然后3月份时候 就是跑到了境外的帕米尔高原 帕米尔高原主要在塔吉克斯坦 这是第一阶段 到14年15年 我还是去了帕米尔高原 那这主要是做 冲林帕米尔高原这一段 也是斯托上 三个重要地标之一嘛 也是斯托走的最复杂 海拔最高 景色我相对来说 我觉得是最壮丽的地方 更有历史意义 因为这地方 而且现在分属于好几个国家 恰恰很少有人进行考察 我们大家讲到帕米尔高原 到底什么样 其实未必有这个感觉 可能是不是前苏联时代 它是一个国家 反而更方便一点 那个对我们中国人 可能就不方便 但恰恰就是之前 就是那个 俄国没有占领这一块之前 那像斯坦英啊斯文赫定 他们做的跟他 相对于是方便一点 那个基本是 处于一种无人管理状态 所以这是一个 帕米尔高原集中一段 然后16年呢 我们集中做了哪几个地方呢 就一个罗布泊 楼兰那边的线路 就是从敦煌怎么到罗布泊 也就是真实的玉门道 阳关道究竟是什么样子 我们经常没人不知道 西出阳关无故人 什么玉门关 没人不知道 但是它究竟在哪 你出去以后的道路 到底什么样 其实没人知道的 现在不是有一个玉门关吗 我还去过 那个遗迹 一个四方城 一个土城 那个是那个 1907年斯坦英确定的 他应该找到一些汉奸 但是非常可惜 他在汉奸上写的 只是玉门都尉府 并没说是玉门关 肯定不是关口 所以当地人叫做 小方盘城 一个四四方盘 还有一个大方盘城 是仓库 所以后来就把它 附会成玉门关了 我们理解的关 应该是关口 以及附属的那些 驻军的那些城堡 对不对 它那地方肯定不是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真的玉门关 汉奈玉门关 我已经找到了 在19年的时候 在小方盘城一址 在向西 大概直线距离38公里 在无人区里边 一个巨大的湿地盆地 原来是中国长城的最西端 您怎么确认 那个就是玉门关 第一个跟你讲 它是中国长城的最西端 这个长城到此为止了 那长城最西端 就有一个关口 我们那个航派 都看到了一个关口 那就是真正的 玉门关关口 边上有一个 大概700米处 有一个100x100的 汉代的一个方形的城堡 这和那个 在河西走廊北边 那个尖水京关 发现的那个关口的 那个体制完全一致 而且我们讲的 所谓的玉门关是国门 什么叫玉门关 那比如说明代的 那个长城终点 是在嘉峪关 嘉峪关就在 长城的最西端 你不能说 我这个玉门关口 还在长城 那个以东 还有38公里处 这叫玉门关 所以那个地方 才是真正的玉门关 但是现在还没进行 考古发掘 因为我们没有考古资质 所以也就是 下一阶段 主要是这一块 就是两关 以及那个罗布泊这一块 再下面一段 我们就知道 16年还做去了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也就是建陀罗地区 就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对丝绸之路 是对地中海人讲的 因为丝绸对他们说 是一个进口的 很重要的商品 从中国过来的 但是对中国人来说 丝绸之路 对中国影响最大的 就是佛教 以及艺术的东川 当然这个佛教艺术的中心 在哪呢 就巴基斯坦 和阿富汗的建陀罗地区 所以我们重点 考察了这些地方 以及包括 根据那个法显 和玄奘的记录 他们见到的 所见所 所闻 我们进行论证 尤其找到了佛的脚印 他们自己看过的 那个确实还在 这是16年 以后几年就集中做中亚 中亚几个 五个斯坦国 基本全部去变了 这就是我在迄今为止 做的一个 丝绸绸绸绸的 一个总的复原 所以就呈现在 简要的内容 就呈现在这本书里边 加配上了 一百多张的照片 对 有大量的这些 实地的这些照片 对 这些是您团队 或者您自己 大部分是我自己拍 就是尤其这个图片 和文字内容 参考起来 我觉得 对 确实能方便 很多的读者了解 就是这样的一个区域 它的一个历史纵深感 刚侯老师 其实你也提到了 就是你最多次 针对中亚的考察 其实 符合了 多种不同的一些 考古目的 甚至说是一些 学术目的 有那个在中国境内的 包括甚至在 罗布普尔这些靠东的 可以说塔克拉玛干 沙漠以东的地区 也有很多的是 集中在 就是真正的中亚 这一块 以及它和历史上的 很多的一些人物的 行走路线是重合的 我知道您这几次考察当中 重点去进行技术 复原了 比如说玄奘的路线 高先知在中亚的 行军征服的一个路线 能重点谈一谈吗 就是你选择 这几个人物的 这个路线复原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这就牵涉到 我对那个历史地理 路线复原的一个理解 我认为对历史地理 不仅路线复原 还包括那重要的 遗址的复原 最重要的证据 你要找到遗址 和路线本身 而不是在纸面上 不断的作业 就说我们引用了 几百种史料 你说再多没有用 因为任何的史料 都是二手资料 就N加2以上的 三手四手五手 是不是 大家可以理解 我是把它看成一个线索 但是线索本身 也非常重要 如果线索本身就是 很不系统 也不可靠 那就是没法做了 但恰好 我一开始 是从大唐西域记找手 首先也不是我个人 先从大唐西域记找手 19世纪末的时候 那些欧洲的东方学家 探险家 包括赫定 斯坦英 荣和彭 都是根据大唐西域记 他们根据的是 英译本和法译本 为什么呢 因为19世纪早期 欧洲东方学开始的时候 他们就发现在中亚这一块 包括南亚 印度的这一块 最可靠的 详细的记录 就是大唐西域记 这个我们大家都不可思议 大唐西域记将近1400年 但是这些地区的人 不像我们中国 很喜欢记录历史 他们很多是没有文字 系统性的文字史料记录的 你看在这地方的历史研究 找了一块明文 找了一块铜币 金币 就感觉到不得了的 就在中国那种铜币 金币多的是 对不对 我们不需要 因为我们系统性的文字记录 所以大唐西域记非常珍贵 而且大唐西域记 是超越时代的 在它同时期 包括稍早的一些的记录 基本是还是 掺杂着一些神怪小说的 那种传奇色彩的 包括发显的佛国记 你根据它的佛国记 就很难完全像大唐西域记 这样进去复原 这是为什么 有点像山海经 穆天子传的那类的 大唐西域记 基本上是写实的 它尤其注重的路线 方位 里程 有没有水源 那些记录 当然还有当地的人文环境 这个为什么它要这样 因为大唐西域记的产生的目的 既不是宗教目的 也不是文化目的 也不是纯粹的个人爱好 地理目的 不是的 它是唐太宗要求他写的 军事目的 就是未来 因为唐太宗见到玄奘的时候 玄奘 征冠十九年 正月 在洛阳见到唐太宗 唐太宗正在准备真高丽 在洛阳汇集天下兵马 它其实这种一代英主 都是这样的 一边真高丽 西边 弹算着下一步要真西域 所以它需要了解 这些西域的详细的行军状况 所以你看 过了一百年 高先知行军的路线 实际和玄奘出去的路线 完全一致 别的离山口 伊赛哥湖 岁叶 然后到达洛斯 实际达洛斯 那个玄奘也去过 当然高先知到达洛斯为止 就被阿拉伯尔打回来了 玄奘继续南下 到河中地区 然后到阿富汗 所以它是完全超越时代的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所以我就是 大唐西区记对我来说 非常重要 所以这玄奘路线 顺便就讲到了高先知路线 旧唐书高先知传 是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传记 我们大家知道 旧唐书是五代时期 匆忙的修成 这个匆忙修成 其实对后来历史学家来说 是一件好事 为什么呢 就没加入太多的 编者的那种三观在里头 因为他当时就是 把唐代留下的档案 就抄上去 高先知传 基本是根据高先知的战报 编出来的 从哪一天到哪一天 走了多长时间 从什么方位 怎么走到哪 所以这个留下了 非常非常珍贵的记录 我根据这些记录 就把高先知 整个在帕米尔地区的 行径路线 完全的走了一遍 里程一致 方位一致 连翻越几座山口 都是完全一致的 这个还有什么话讲 那种这种研究 你的实地 发现了 只要如此的匹配的时候 那种巨大的喜悦 是单纯做紫面 纸面那个操作 是完全不能比的 这么看下来的话 是不是在当地 因为沿途很多 是一些自然的 这样的一些地理位置 这1300年过去 其实这些自然地标 本身也变化不大 不大不大 没什么变化 你想想 我经常有人对此 表示不理解的时候 因为为什么呢 我们人类最多 也就过100年 你和大自然 时间程度 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认为这个 很漫长的50年100年 对大自然来说 这1000多年就是眨眼 我在这些地区 复原思路的一个 非常好玩的地方 比如说你在一个 比如说上海 我们东部地区 你做历史地理研究 其实你没有这种感觉的 你根本是荡然无存 地面上的东西 它的地方基本就没有变 没有什么变化 我走高县之 走青山岭 我第一次去是16年 2016年 第二次去17年 18年 连续爬了三次 17年去的时候 碰到一个少年 克尔克兹族的少年 牧羊的 我们边上人问 说你见过外人吗 他愣了十几秒钟 指着我说 见过去年见过我 大家理解了吗 所以那些地方 反而保留了原始的风貌 甚至我们发现一些 人文的残迹 包括高县之的路线上 两条四路的交界处 就有一个黑大依夏河 黑大依夏河当地的 脱缺语系人讲的 就是中国城堡 四方形的 但是你在所有的文物普查 以及文物地图上 发现不了 之前没有被收录进去 你在这样的一系列 比如说复原古人的 这样的一个行径路线 因为我知道 您后来复原的路线 其实还是相对来说 非常精确的那种路线 可以说差异 不会出入太多 这样的一个路线 过程当中 你有见到过 比如说哪些遗迹 真的就能够 让您和这一千几百年前的历史 关联起来的这样的例子吗 这个确实非常多 其实包括我们 随便讲 这个边旋长经过的 这些地方啊 它经过的这些山口 就非常窄的 几十米宽 它当年一定是从那走的 因为边上 它肯定放不过去 尤其唯一的道路啊 你这种感觉是 这个非常震撼的 你在那个山口 你就知道 一千四百年前 它一定是 就从那走过的 这个堪戴尔山口 既是冲林 潘米尔高原 是四路上制高点 这个山口是冲林上的制高点 也就是玄奘 这辈子到过的最高的地方 所以这种感觉 完全不一样啊 包括那个高贤之 翻越那个三座山口 青山岭 青岭 布仁岭 我们翻越的 就是这三座山口 你回想一千两百多年前 一万堂军 他们牵着几万匹的马 在那翻越这些 那个山的时候 像那个小柏绿进军啊 那时候那个情景 马上就得到海中啊 而且马上就知道 他为什么要走这 因为上面全是草场 还有充分的水源 他一定是走这样 是吧 包括玄奘走的波密罗川 高贤之一百年后 也从而走过的 法险也走过 他为什么要走这 一万人几万匹马 他的对水草的 那个要求很高的 一串一串的湖 所以叫大农池 都没什么变化 而且我们甚至为了验诊 他就喝这个水 就淡水 因为帕米尔州 很多湖是咸水 那就 你碰到咸水湖 那就麻烦了 是吧 所以很多对于历史的 一个还原 比如说作为历史爱好者 他如果只是 看着平面的地图的话 其实对他来说 他可能会脑中浮现 对吧 非常多的选择 但实际上 你回来到历史现场 其实选择是很少的 对 我们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这个文本与照片 与平面地图 以及现场的区别 比较文本 一个汉字 两个比特 你一千个字 也就两千个比特的信息量 你说你这个信息量 你能获得什么 你很多就是靠劳补 但是你不到一平面 一张照片 我那一张照片 可能十几兆 是吧 那几千万个比特 一下子 清晰度就高了很多 但是这个照片 它不会给你触感 它不会给你 寒冷的气候 风声 水的东西 你都不知道 而且尤其是 它不是三维的 是吧 包括一张平面的地图 它不是三维的 我们能买到的平面地图 基本连地形 等高线都没有 即使有等高线 都一百米一条的 那种毫无意义的 对户外来说 这是毫无操作效果的 而且民用地图 精度是非常差 如果你到了现场 你会感觉到 就是说 它就是走在这个场景中 但是这个场景 提供给你的信息比特量 是你几千万的 几亿倍 对 您刚提到你去到帕米尔的南部 还看到什么 佛的脚印 就是法显和玄奘 他们两人在 一个1600多年前的人 一个1400年前的人 他经过乌章纳国的时候 就是巴基斯坦 现在北部 靠近克什米尔那边 乌章纳国 他说都那边 说佛当年传教 就传到这儿为止了 留下了佛的脚印 是什么样子 什么样子 我们到这个现场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一下 巴基斯坦是一个伊斯兰国家 我认为很多人 都不知道这个事了 没想到 到了附近的时候 问当地人都知道了 有佛的脚印 他都知道 一带在传下来的 然后带我们进去 我们到了一个 唐吉尔峡谷 那是基本上 巴基斯坦最危险的地方 所以出动了两倍的兵力 来保护我 一站下来 三圈保卫力量 就围着你 是因为当地 有什么别的部落部装 是的 是部落民 而且当年英国人 都没赶进去 确实就在路边 大石头上 佛的脚印 当然 这个是信仰 你认为他这个佛的脚印 他就是佛的脚印 玄奘见到的不一样 说在一个 他是在一个佛塔边上 一个大的方石上 有佛的脚印 果然 还是有的 所以你这种 他是真的是出家人 不打矿语 而且他们这个记录 是非常惊人的 但是你 我在此 经历看到之前 我对他们这两段记录 是将心将意的 没想到就是这样 放在那里 就这种实地 对吧 实地的考察 反而可以 反过来印证了 这个大唐西域记 它作为一个材料来说 他的这个可靠度 真的是 对的 是的 这个非常准的 因为他这个山川 他不可能虚构出来 这个老母不出来的 就像比如说 我让你老补一个地形地貌 马上路线怎么走 怎么走 这个没法编的 是 您这本书里面 其实不只是谈了像玄奘 其实更早的话 您当时说过 什么是丝绸之路 你觉得丝绸之路 身上背负的最大的意义 就连通了地中海世界 和中国的这个世界 对 那么其实 做到这个事情的第一人 对吧 是那个汉代的张谦 张谦 对 我不知道 就是您刚提到 这个复原路线 那张谦的路线 有可能复原吗 张谦的路线呢 复原起来 精度没这么高 但是非常好玩 为什么我首先要坐 帕米尔地区 帕米尔地区是个 雪山河谷 纵横的一个地区 你看上去很复杂 但是它可以解的 我们像解方程一样 就一幅一幅 那种条件语据 非常简单 它通行的 可以通行的山口 是有限的 超过5000米 人是翻不过去的 这是毫无疑问的 它一定是贴着河谷走的 但是它又不能 顺着大的河谷走 这个为什么呢 因为大的河谷 它会把山崖 切出一个V型的样子 这非常陡峻 我们现在公路 可以从砖山洞 造高架桥 或者从悬崖壁上 炸出来 但是古代人不能这样 它只能贴着河床走 如果这种大的河水 夏天的时候 一定会涨水 它就会被淹死了 所以它一定走的是 有水 但是水又不能太大 这个U型河谷走 然后翻越一座山口 你这样完全可以解出来 张谦自己写得非常清楚 他回来的时候 他告诉汉武帝 他怎么从匈奴跑出去的 到达西域第一个国家 是大渊 费亚干纳盆地 那怎么去大渊呢 他跑出去就顺着 托鲁番 库车 喀什这条线 走伊埃克什台山口 现在还是这样的 就是固定的 然后到阿赖山谷 阿赖山谷 这里边也是我重点 写的一个章 阿赖山谷 就是汉代的斯路 北道的主干线 然后向北到大渊 费亚干纳盆地 如果从费亚干纳盆地 他因为又到阿富汗了 要出费亚干纳盆地 走哪呢 他一定是贴着西埃河 走到枯寨 然后一路南下 为什么呢 费亚干纳盆地 向西只有这个开口 因为我们首先要一个假定 他们不是做探险 他们是做探险 不会故意去追求那些 对 他一定走的最好走的道路 最成熟的道路 所以也很容易 把它做出来 所以张谦的路线 就是汉代的斯路北道 也就是隋唐的斯路中道 千尘万确的 他不可能走 其他地方走的 对 您在书里面也提到过 就是张谦 他作为这样的一个 连通地中海世界 和古代中国的 这样的一个人物 他可能是第一个 做到这件事的人 这涉及到一个问题 可能我们大量的听众 可能对这些 古代世界的概念 没有那么的清楚 您可以解释一下 为什么张谦去到了西域 去到的是中亚 反而连接到的是 地中海世界 这可能需要您来还原一下 当时的整个世界版图 对的 张谦是2100多年前 到达中亚的 到达大厦 就现在阿富汗的北部 从塔什干那边 大渊那边 一路南下 那时候 2100年前 中亚是什么样的情况 绝大部分中国人 没有去过中亚 中亚是什么样的 大家一想 大漠黄沙 怎么样 不是这样 完全不是这样 尤其在2100年前 中亚是一个 有很多的国家 主要的 它受的统治的文化 是什么文化 是希腊文明 这个我们讲到 大家很奇怪 希腊在地中海 怎么跑到中亚了 这就是比张谦 早200多年 就亚历山大大帝 率领希腊联军远征 灭掉了波斯帝国 一直打到了帕米尔的西边 最远的就打到了库展 大院 就是菲尔甘拉盆地 库展就是极东的亚历山大 亚历山大喜欢以自己 命名城市 最东边的亚历山大 所以张谦到大院 实际就到希腊人 一个城市 希腊城市 希腊人当然是喜欢 造的一些城堡 那么我们讲 你讲这些都是史料证明的 或希腊罗马 或者中国的史记上记录的 那么有没有考古证据 有 有大量的考古证据 你在中亚有大量的 希腊的遗存 这个太多了 不仅仅金币银币 整个城市都被挖解出来了 在阿富汗的北部的 阿姨哈罗摩 为什么你知道 希腊人城 有希腊的剧院 有希腊的竞技场 有希腊的神庙 有希腊的神像 最关键的 这都是次要的 还有希腊的文字 这不是希腊 还是什么是希腊 是不是 所以张谦当年 见到的就是一个希腊的世界 就等于他翻过葱林以后 就是希腊 面对的是一个希腊化世界 已经从地中海 已经铺展到了 帕米尔了 帕米尔了 对 所以他越过了葱林以后 他是实在上 就不仅中国史料 也是世界史料上 越过葱林的 到达重要的第一人 第一个中国人 然后他要回去的 也是第一个中国人 来回走通了 北道出去 南道回来 所以司马迁叫他凿空 对 什么叫凿空 最好我们打第一国时代 我现在唯一打的第一 游戏还是第一国时代 一开始黑乎乎的 一个侦察兵 一路向西北跑 打出一条孔 凿空凿恐 是不是 他就是一个探险家 对 大发现时代 确实是大发现时代 就是一般的大家 比如说中国人 去读那些 比如说汉唐时代的那种 历史 那种概念 对西域的一个理解 就三十六国 佛国 我不知道 就是张谦的那个时代 还没有佛 还没有经历 他在那边 没观察到佛教 来说加利瑟加时代 比张谦晚了一百多年 他恰恰没有 他恰好就是希腊时代 和波斯 那个是文明统治的 所以张谦看到的西域 和谭雄藏看到的西域 还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七百多年了 完全不一样 玄道经过的时候 主要是他两种宗教 一个索罗亚斯的教 就波斯人的 还有一个佛教 玄道也是个历史时代 非常大的历史时代 他是和穆罕默德 和唐太宗 和那个希腊克略 罗马皇帝希腊克略 同时代的人 同时代的人 戒日王 这个都是同时代的人 对 这种历史宗生感 而且他们隔一个人都认识 他们隔一个人都认识 为什么呢 我为什么讲这种 玄道在岁月 见到西土决最后一个 统一的大汉 叫统业夫克汉 统业夫克汉 和那个希腊克略 希腊克略 就是相当于是一个 一会儿没有 一会儿战争的对象 相互通过信 是不是 希腊克略 还跟穆罕默德 他们之间还通过信 玄道又见过唐太宗 是吧 又见过戒日王 你看他们 完全是个小圈子 通过他全部串通了 非常适合这种架空小说 是的 他肯定相互讲起对方 肯定会讲的 是的 像张谦最早 他这个凿空西域 从您的角度 他对这个中亚的历史 和中国的历史 分别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张谦在中亚产生的影响 其实我觉得非常直接 非常直接到什么地步呢 他回来第五年 汉武帝就派霍聚病 打核西搜狼 因为为什么 很简单 如果你汉长没控制 核西搜狼 你根本就接触不到 西域三十六国 更接触不了 那个丛林以西 是不是 然后又过了几年 就赵破炉 就打下了楼兰和车士 车士就吐鲁番这一单 就是两个西域门户 汉军就不断地向西进军 最后因为 大渊盛产汉学马 马当时是最重要的战略物资 像我们现在 那个隐形战斗机 那种重要性 找人家索要 当然不给了 就发动两次天马战争 蒸发大渊 蒸发大渊 你从运门关打到大渊 要横扫整个西域 所以把西域 从凶龙人手中躲下来 然后直接打下了大渊 打到大渊 把外城给破了 然后大渊把国王头 献给了汉军 送了汉学马 汉学马还只是木须 也把木须葡萄 包括葡萄酒 传到了中国 这就是张谦过去的 最直接的影响 就给中亚带来的 最直接的影响 然后因为张谦 曾经分过伯王头 以后的汉朝使者 率领几十个人 再到中亚 甚至一度到安西了 到靠近西亚那个地方了 条支那一块 都地中海东岸的 就汉人的使者 他们就自称自己 也叫伯王侯 所以伯王侯 在整个中亚西亚 影响很大 都知道这是中国皇帝 派来的使者 这个影响还是相当大的 然后张谦抽始过后 大概四五十年 在地中海市场上 大批的丝绸开始出现 所谓的丝绸之路 经常有人讲 张谦之前就有丝绸之路 那问题是 为什么在他之前 司徒没有大规模的涌现 觉得之间的零散的 间断的交流 一定会有 因为只要有人 就有路 对不对 甚至肯定有比张谦更早的 但是只是没有记录 可能石器时代肯定就有 早就有了 七八年前就有了 因为你没记录 正因为你地位不够重要 所以他没记录 对后代没产生 这么大的影响 对吧 所以他对中西交流 产生的影响 还是相当大的 张谦之后 因为两汉之际 好像中国跟西域的连接 还是比较紧密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 中国对外的 你说探险家也好 或者说像这些 使臣也好 他们为什么没有把 凿空的路线继续往西 其中就有一条 叫张谦过后 两百年左右 漫朝不是派干英 去初始大秦 就是东罗马帝国 直接去东罗马帝国 他跑到塞里五谷帝国的时候 也是西兰人国家 就在叙利亚 雷巴兰这一块 两河流域 走到波斯湾 对 但是这个到底是不是波斯湾 还是有可能是地中海的东岸 也有可能 这说不清楚 就是说太遥远了 怎么样 不让你忽悠 不让你去 因为为什么安息帝国 那不调制叫安息帝国吗 他想垄断四路的贸易 你如果直接和大秦 和罗马帝国直接交流了 是不是绕开他 有这种感觉 实际是想试图的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在古代时候 他基本还是陆陆交通 就是中国四头之路 成本太高昂了 其实你要让中间上一个空间 对不对 你别什么从头吃到尾 那人家肯定不服 人家要揭杀你了 对不对 眼看着你和罗马 直接在我的土地上做生意 对不对 而且调制和罗马是敌人 打得多 你的仗 我觉得其中有这个原因 我觉得还是一个时间成本 和物质成本上一个考量 没必要 中国的四头用到中亚 不是差不多了吗 你正好控制力量 到达中亚 你再往西 你很难控制到这个地方 从政治和军事两方面 从汉到唐的这几百年 因为中国经历了这样的 南北分治的局面 可能作为传统南朝的 这样的一个政权的话 离西域可能从 无论从精神还是地理上 都已经很远了 但是中国的北方 这些少数民族政权 跟西域的关联 还是很紧密 北魏蛮多的 你用现在巴基斯坦 轰在了河谷中 我16年去过的 还有北魏的使者 克什 什么还有了 北魏是宋云也去过 也去过印度 也是从那边走的 包括南朝也有 法显 法显就有南朝的 他东京的时候也去的 南北朝都有 他当然主要 那时候以宗教为导乡 就佛教为导乡 我印象很深 就是太武帝托巴涛 写给刘一龙的信里面 说自己的宫廷里面 有婆罗门法师 对 那就是这么过来的 婆罗门到底哪来的 婆罗门他们是忠称 包括建陀罗 包括印度斯大陆 都叫婆罗门 他们自己也放不清 就是西边来的 这些武师 包括对我们中国佛教 印象最大的九姆罗师 他的父亲就是建陀罗人 他自己长在秋辞 应该秋辞有大量的 建陀罗的移民 对不对 所以这都是对 南北朝时候也有这种影响 但是好像现在 从现在看来 主要是佛教方面的影响 佛教 这是不是也是某种 间接的一个功能 就不光是凿通了西域 而且是把印度这么一个 其实它本身是个文明古国 跟中国路线打通了 对 丝绸路 其实我们前面讲的 就是汉代讲的思路 因为当时还没牵扯到南亚 没牵扯到印度 因为佛教起来以后 就是促使了思路 那一个有点转向 就转向那个印度次大陆 拐了个弯 拐了个弯 因为反正 他这个地方也很简单 因为都是正好是 阿富汗十字路口 比方那帮传统的思路人 走到阿富汗 你要去印度去取经 建陀罗取经 直接从阿富汗向南下 否则你从阿富汗向西 就到现在的伊朗 这一块 是不是 都是他并不矛盾 并不矛盾 因为思路 他中间有很多的 各有经代 叫在随书 那个上面写的 就中间有很多枝叉 枝路 可以连在一块的 玄道走的就是这条路 之前您也提到过了 大唐西域记 它作为一个很扎实的材料 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严谨可靠的 这样的一个古代文献 对您的实地考察 有非常大的一个帮助 就从今天来说的话 研究悬葬西行的路线 它这个在学术上 是不是一个对于今天 或者说研究 这样的一个中亚的历史 非常有帮助的 这样一个材料 是的 您为什么呢 这个玄道非常珍贵 大唐西域 它珍贵到什么地步 它是写实的 它会的路线 里程 以及周边的分土人情 包括那种遗址 有大量详细的技术 这个太珍贵了 所以从理论上 实际不仅从理论上 我也从实践上完成了 就真正顺着玄道路 一路细行 你能看到到底什么样子 这证明这个人 越来越靠谱 你确实由衷的这种感叹 很由衷的感叹 所以我当时怀疑 玄道出去的时候 一定是有日记的 回来的时候 因为它原来的草稿 进行编 就按照同一个体力编好了而已 因为它的时间跨度非常长 非常长 18-19年 你这个回来 你怎么全部记得住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还有很多细节 有大量的细节描写 而且前面也提到了像高先知 我觉得好像对于中国来说的话 好像一提到高先知 往往想到的就是 达罗斯 达罗斯我们也去过 这是他的战场 当时我们19年 他们正在建一个博物馆 就达罗斯剧站的一个博物馆 达罗斯站也非常有意思 就是历史上记录的资料不多 很少很少 一两句话 因为对唐太来说 一个是随后就暗史之乱了 很多资料是焚毁了 在洛阳或者长安焚毁了 第二个是败奖 他也不太想 写太多 所以高先知 真小薄率留下的资料特别多 达罗斯很少 但是从一些陈参 他当时的手下的参谋 那些写的诗中 也能看到一点 他怎么路线 还尤其跟着他一个人叫杜桓 写了个金星记 回来以后 他写当时怎么行军路线 我当时看他笑死了 就和一百年前选长一模一样 就没任何差异 也就是说思路 走的都是当时的常识路 他不是反制路 也是当时最好走的路 唐代秋辞去岁夜 去达罗斯就是走的这样路 就是玄奖走的路 完全一样 玄奖当然也不是乱七八糟 随便选一条 哪条鞋 我要爬一条 哪条漂亮 爬一条 不是的 走的都是最好走的路 你刚提到杜桓这个人 好像他的经历也是非常神奇 很传奇 因为他很多写的金星记 是抄在通点中 后来原本已经是丢失了 但写的非常详细 比如他怎么出发 从安息 也就秋辞怎么出发 过了个波达岭 就别跌你 就是玄奖走的临山 然后到大清池 到岁叶城 一路一路他都写 然后他被阿拉伯人俘获了 跑到了巴格达 然后跑到北非 然后坐着海船 要回来了 他走了一大圈 但是可惜 他原文没了 只留下了一些片段 他等于是被一系列 因缘际会去到了阿拉伯世界 然后又从海上回到了广州 回到广州 正好是一个海上四路 和经典四路 一个大圆环 一个闭环走了 当年玄奖也准备这样走的 就是当时印度国王 对他提出了说 你坐海船回去比较好 但玄奖为什么 没坐海船回去 发现就是坐海船回来的 飘到焦州半岛去了 飘到海风了 玄奖说 我要旅行和当年 和高仓王 据文太的约定 他要回高仓奖金 所以你从这一点看出 玄奖是非常讲诚信的一个人 其实我在想一个事情 因为你在书里面 其实也会提到 像高先知 他对小伯利的这样的一个征法 包括他后来 风长青对大伯利 也有过这样的一些军事行动 乃至于当我们看到到 比如说17 18世纪 清代的这些将领 对于中亚跟准部的这些战争当中 他好像中原王朝 对于内陆亚洲的力量投射的极限 是不是就已经到那了 我觉得到了 唐代 清代 汉代 基本到达几点 汉代的几点 就是陈汤 甘岩兽 就是杀汁汁蝉鱼 汁汁蝉鱼在哪 就在达罗斯 你说这个奇怪吧 达罗斯城就是它造的 就是汁汁蝉鱼造的 现在达罗斯市中心 有巨大的考古遗址 最底层的就2100多年 它是匈奴人造的城 匈奴人造的城 他跑到中亚开始定居了 所以给汉军机会了 因为他到处跑的话 你想抓他 抓不住 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当时投射到这 当然汉军为了进一步追杀 还打到康居草原过 唐代也是这样 投射力量也基本到此为止了 包括清代 清代是到哪 巴达克山为止 就现在阿富汗的东北部 巴达克山 就是追杀大小河卓 大小河卓 这是个 很可能是我下一步 不书的一个内容 因为我找到了 乾隆激功碑的遗址 最后一站就在那个地方 是在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离我们国家 还好几百公里 好几百公里 好几百公里 很远的 那真的是够远 非常远 他就在那打到最后一仗 然后大小河卓 跑到了巴达克山国 当然阿富汗塔吉克斯坦 有个独立国家 叫巴达克山 我们现在 当时叫巴达克山 我们清朝人 把他遇到巴达克山 一边做丝绸之路复原 还有一个做的 另外一个大的研究项目 就是清朝地图集 我们做这个清朝地图集 和之前做的历史地图 不太一样 我们不是在一个纸面地图上 这个点在这 那个点在那 那个误差太大 我们有地形匹配 还有实地考察 重要地标都会去过 那么乾隆激功碑 在最细端了 中国历史上最细端的地方 清朝版图极西的地方 你如果不找到这个碑制 你这个边界怎么画 这个当时是在哪一年找到的 13年8月 8月份 就是第二次去拍面 真的找 这个它整个面积 就一两平方米 你这个如果在这个无人区 精准地定位到 这个一两平方米 所以你看 我们如果要不这样做的话 随便地图画一画 误差2-30公里 都这也不知道的 这谁会知道 其实这实际的一个问题 最近几年 我们比如经常看新闻 对吧 经常看到比如蒙古国 某某草原里面 突然发现了一个 什么石头上 垃圾液染 对 就这个班固写的 而且就是在露天情况下 就在露天 那很多人就会好奇 这几千年 总归有人看到过 为什么 他也都不懂 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对我们中国人来说 它是非常重要的 家国情怀的东西 对他们的当地的 有母民来说 他们也就几百年前 才过来 就基尔基斯人 他看到以后 他觉得 这是什么东西 他没感觉到 是不是 所以这个情况 对于考古来说的话 其实是一个 比较合理的一个场景 就是有可能 他几千年放在这 他没人看的 也不懂 我也不知道 这什么东西 马上有个传说 比如那千冬计功杯 他没有几千年 叫两百多年 树在那个地方 大概一百多年 当地人叫他什么 就叫苏满塔石 苏满就是突厥语气 文字 塔石石透 文字石 他除了知道 这叫文字石 啥都不知道 他也不知道叫什么 因为他读不懂 他完全读不懂 刚提到那个话题 就是从汉 到义至到清 对吧 也横跨了一千多年 这过程当中 生产力的发展 其实也 就是虽然在古代世界 前现代社会 但毕竟 它还是发展了非常多 但即便如此 你看这个投射 的极限 似乎都 直到那一块 对 为止了 这个是不是就是 中亚整个地理造成 就还是回到 我最喜欢的 帕米亚高原 聪明 聪明 你看我们中国古代 那个镇史 如果描述你这个 王朝的版图极大 叫西脉聪明 是吧 极于葱山之外 这到极点了 唐朝 汉朝 清朝 历史上只有这个 三个大一统 往上达到了 反而不是因为 它东边的这些 沙漠的阻碍 不是 东边沙漠恰好 不是阻碍 无尽的沙山 这个骆驼怎么爬 没错 是没法爬 其实它里边有 很多的河道 在50年代 上面建水库之前 有很多可以自然通行的 我们现在 翻新成现代的语言 就是说我们大家 喜欢去看护阳林 俄基拉 俄基拉护阳林 怎么形成的 它顺着黑河 俄基拉河长的 那不就天然的通道 斯文赫定去楼兰 就坐船 就坐船的 也说 想象不出来 100年后 大家都想象不出来 萝卜泼干了 所以它根本就不是一个阻碍 最大阻碍可能是冲林 冲林虽然有很多道路 但是你的投射电量 一过去的时候 你的资重 就是很麻烦的 你知道吗 所以唐代也就到此为止了 清代也就到此为止了 汉代也就到此为止了 就是传统运输条件下的极限 所以我们叫西域冲林 那就是对王朝 那个版图 无法想象的一个大路 因为可能大家对于 清藏高原 对吧 是有概念的 冲林它到底有多险 其实呢 我竟然走过多次了 它也不是险 就是它会导致 那个长途运输的成本 非常高 因为它那个路很窄 路很窄 你要翻越一座座的 4000米以上的山口 你觉得成本会很高 如果你没有后勤 给养那个考虑的话 你个人如果体力好一点 爬越是非常赏心悦目的 那种感觉非常好 而且我个人觉得 因为清藏高原 帕米尔高原 我都多次去过 帕米尔高原的那个感觉 是比清藏高原好很多的 因为它那个景观变化特别大 你能同时能看到 落差6000米以上的那种情景 这个太壮观了 而且植被非常风貌 夏天是鲜花遍野 春天就是全是杏花盛开 所以它那个氧气含量 我个人觉得会很多 因为它是河谷纵横 这个低海 把那氧气很容易被输送上来 它不像清藏高原 一马平川 就是4000米 所以你看 我在冲林从来不高反 我飞机一到垃圾肯定高反 三天 一定三天 感觉是一个很适合那种 疗养的地方 但是它氧气含量 还是满足的 对 所以它就是既有这样高山 也有那种深鉴 对 它是纵横的 就你一天之内 可能大达4000米以上 马上迅速的下降1000米 又感到很舒适 这个清藏高原上 没有这种样子 对 但是这个对于古代王朝来说 就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 它一万人 它要好几万人 名副要运粮食 这个就是很麻烦 这就很麻烦 走走 驼驼丝绸 那为什么要丝绸之路 因为丝绸昂贵 奢侈 你这样的 驼马驼过冲林以后 它有利益可言 你其他的东西也没辙 廉价的商品 你不可能越过冲林 那没人要了 太贵了 在古代世界 因为你书里面 其实专门有相关的章节 在写这些 可能连接东西方的 这些族群 对吧 刚刚说了 其实冲林非常难走 但是也有那样的一些 群体异族 专门干这事 素特人是其中的代表 对 我们现在比较 现在潘米亚高原 主要的原住民 什么呢 叫塔吉克人 我们国家有啊 对面塔吉克斯坦 当然更有了 塔吉克斯坦叫高山塔吉克人 这帮人讲的 就是东伊朗玉玺 他们和素特人亲戚 一过冲林 就是素特人的地盘 就河中地区 现在就是平原塔吉克 素特人 所以他们有天然的亲属关系 语言 习俗 文化 宗教都很相似 所以他很容易 扮演一种中间商的角色 就来回岛 对吧 巴黎的四头 不运到地中海 中亚的地中海 那些金银财宝 珠宝为主的东西 在运到洛阳长安 所以他同时居住 天然就是经商 玄奘奖 他们太喜欢利益了 小孩生下来 就会做生意 商贸民族 他因为恰好的思路中间 素特人的老家 到底在哪里 就是撒马尔汗 撒马尔汗 巴黎的撒马尔汗 撒马尔汗是他们的首都 好像素特人 在中国中古时代的参与度 也是非常高的 对 在山西 河北 陕西 发觉出现在越来越多的 素特人的墓 就是北朝 到唐代的那种墓 安禄山14名就是 这两个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简直是转折性的 毁灭性的 安史之乱的 这两个元凶 对 他就不是素特人 他父系都是素特人 可见 你看安禄山 他自己都身兼三镇节度史 所以这种大唐的 高级干部里面 已经有素特人 对 还不少 14名也是 安禄山 安国就布哈拉 但是他继父是布哈拉人 他身父是康国人 撒马尔汗人 他是核心地区的素特人 最好 我记得历史上 即使在他是杂虎 他母亲是突厥人 或者是杂虎 了解 素特人在中国的历史上 是什么时候开始 慢慢逐渐退场了 应该就是安史之乱之后 原因不言自明了 成了被针对的对象 那肯定的 你弄这一趟 八年的动乱 吃大唐茶得毁于一旦 两斤都被缝毁了 一塌糊涂破坏 这肯定会得排外的 是不是 以后就素特人 就逐渐逐渐淡出了 就没法待下去 或者是他就改成汉信 米福 不也是素特人 米国人 米福是素特人 素特人 他米 中国以前没有姓米的 这个字 米国的 就是这个核中地区的人 所以他逐渐逐渐 加强中国化 把自己的祖先东西 全忘掉了 那自从比如唐宋以来 一直到清代重新去 比如控制了中亚之前 这段过程当中 这其实也有个可能 大几百年的历史 是的 一千年的历史 那这过程当中 中国跟这块地区 比如跟帕米尔 这块世界 是不是就基本切断了 基本就切断了 影响不大 你想想 你看宋代 宋代连河西走廊都没控制 被西夏控制了 这就谈不上了 更谈不上 是吧 你看后来蒙古短暂的 有一段时间 他打通了洋游大陆的交通 比较马克波罗 就顺着这时候来的 但以后蒙古开始分裂 就什么海都和忽必烈 打成一团 插河台和元朝 始终关系就不好 所以最后也慢慢断了 最关键的是什么 就更高效 更廉价的海运 技术越来越成熟 既然能走海运 我干嘛要走陆路的 就像我们现在的外贸 为什么都集中在东南沿海 一样的 华人就开始下南洋了 对 然后逐渐逐渐做生意 就做马绿甲 到地中海 逐渐逐渐海上的 贸易道路更加重要 逐渐逐渐就失去了联系 到明代中业 已经退到嘉宇关 就更谈不上了 明代最控制的 是不是哈密算是 那是明中期之前 就是鸡迷位 哈密位 但是到嘉靖年间 全退出了 退到嘉宇关 退了五六百公里下去了 那就已经 整个新疆都不再是 但是这是蒙古人的 就是叶尔枪 汉国 插河台 对 所以直到康庸前三代 可能这个 征服准部的这个战争 是重新让这块 跟中央政府 是的 慢慢慢慢要接触了 因为他为了反击准格尔 就逐渐逐渐占领了 哈密屠鲁番 然后到乾隆年间 就进一步 一直打到中亚 就是帕米亚那个 巴达和尚那边 就把这一块给占下来 就乾隆 那是1759年了 1924年 已经很晚了 你想想和暗石之乱 755年 暗石之乱 正好17年 对 1000年 已经到这个18世纪中叶了 对 那边工业革命 都发展好几十年了 是 对 而且那会儿 俄国人应该已经把 中亚的几个韩国 都灭掉好几个了 还没有灭掉 几个韩国还都在 俄国人是慢慢蚕食的 到18世纪中后期 把这个中亚几个韩国去 包括蒙古系的 突厥系的 球末给占了 对 球末占了 它就其实夹在俄国 与清朝之间 对 其实到了清代 我们知道这个清代档案 其实非常丰富的 各种材料 太多了 这部分关于西域的 是您现在在研究的 这些材料吗 我其实主要是做 这个西域的地图 地图呢 我们主要是 依靠那个清宫三大图 类伏地图 就是康庸前三朝 都绘制过地图 西域的地图 主要是 那个乾隆类伏图 乾隆占领的这一块 以后有很多的 乾隆类伏图 主要利用这方面的资料 这部分 我不知道您如何评价 那个清代对于 这部分的这个掌控 或者说 他这整个的通勤 后勤 他跟汉唐的 这些材料里面 相比起来 清代主要呢 因为是那个思路呢 传统思路呢 因为罗布泊 包括那个新疆的一些 那个自然环境的退化 他主要不走那边了 主要是走哪呢 因为清代控制的 内外蒙古 他走草原 主要走草原 他那个台站 到伊犁那一方向 所以顺着蒙古 伊犁到蒙古 然后就从张家口那边 到达北京 清代主要侧重于北路 就是草原 因为那个 在清代之前 我们历代中原王朝 很少有持续性的 有效的控制过蒙古高原 所以他就不存在 说我拖着四头之路 跑到蒙古草原 那不是给人家 突结凶 我抢吗 对不对 清代不存在这个问题 一个是方位 确实发生了变化 还有一个 清代的总体的 在新疆中亚的统治方式 我觉得和汉唐 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现在为了很多 因为所有研究 自己的专门领域的人 都喜欢强调 自己专门领域的特殊性 特殊性就带来的重要性 实际上人类的人性 和不同的统治方式 就是了几种 清代就统治 所谓的军府制 军政之府的府 就伊犁将军 他也有明镇系统 其实也有明镇系统 清代的东边 就乌鲁木齐以东 实际一直属于甘肃的 很多人 我们地图上 第一次会展现这个情况 会第一次展现 所以它也是两个系统 一个是汉地的明镇系统 也有军府系统 那边没多少汉人 他就不这样 他就按照伊犁将军 什么都统大臣 这样的统治方式 这个汉朝的西域都府 和唐代的安息北庭都府 有什么区别呢 一样的 只是他国王改叫伯克了 就是伯父的伯 克服的克 伯克也就是当地的那些 原住民的那些王公 对不对 分个王 分个贝勒贝子的 一样的 只能通知方式 因为我看到 其实清代 还是有非常多的人 去到像新疆这些地区 流配到伊犁的 很多的 季晓兰就去过 对 林德学 林德学也去过 对 他们有没有像 比如说像 比如说唐代时候 这些人那样留下这种 对历史考虑留下这种 清代这个点非常兴盛的 西域水稻记 各种新疆的各种地方制 都很多的 那些人很难得 他基本上中原和他 组隔了一千年 他一旦到达个地方 他们都看什么 汉书 唐书的 看通鉴的 一看他就会对比 要进行复原 他也进行过 历史的复原 清代的时候 你看我们讲 叫余帝 余帝说 余帝学说 是很繁盛的 尤其是西域 这个地方 他们有条件了 你说明代的文人 你其实感兴趣也没辙 对 去不了 你去不了 所以确实进行了大量的考证 那之后 其实像这块 其实就逐渐接近了 比如近代 开始有那种 所谓的这些 像皇家地理学会 或者说像这些 来自于欧洲的这些 欧洲的过来 学术探险家们 他们算是带起了 这种西域考古的 这样的一个热潮 对 正儿八经的这种 考古学就开始 对 19世纪 他们其实主要的 一开始的目的 还是在中亚 帕米尔地区 主要还是军事和政治目的 因为英俄在这地方争霸 大波义 大波义的时候 反而给我们留下了 太多的珍贵的资料 包括精准的那种考察报告 还包括精准的那种考察地图 还有一些照片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呢 我说句实话 这个学术性的东西 尤其是人文社科领域的 但我认为历史地理 还不属于人文社科 他因为这个东西 你说重要 当然自己都认为很重要 热爱者也觉得很重要 你对于那种资方来说 他觉得这东西 有什么好重要的 是不是 所以他那个精度 准确度 是远远不及这些 19世纪的这帮考察 考察家的 为什么 他们实际上 我们翻译过来 他如果放到今天 那就间谍 非法测绘 对 恰好间谍的东西 是最可靠的 所以我说学术的东西 一个问题 可以讨论几十篇文章 几十年 证明确实不靠谱 要靠谱的话 你需要考虑干嘛 间谍报告 军事地图 恰好是最靠谱的 我利用了大量的这些 探险家们的这些地图 和文字 这批探险家里面 我觉得其实像侯老师 您可以分享一下 自己对这个时代的这些人 比如作为一个读者 或者作为一个学术的研究者 对吧 您会对他们的整个的 取得的高度 做怎样的一些评价 做一个 比如说我在弄一个词 叫做古典的地理学 达到最巅峰的时候 就是他们 古典地理学 因为19世纪时候 整个帕米亚地区 最后一个 变成地球上 最后一个空白 没人去测绘了 因为考察帕米亚 获得很多皇家地理学会经养的 就是从吴赫盆 就杨哈斯盆 寇松 赫定 斯坦英 还有俄国的一些军官 那确实他们那种考察的工作 认真的程度 以及他们本人的 非常卓越的那种才华 寇松是印度总督 就是他 他以前是个探险家 以前是很著名的探险家 探险家出生 对 他是环绕过整个帕米亚地 他就是完全探险家 因为当时19世纪的时候 欧洲的分歧 就是这些地理探险家 才是 就像我们现在 马斯克这样的人物 他是真正的开拓人的 新的领域的东西 对 他提供给你的 都是你之前 从来不知道的信息 所以当时他们 为什么有这么崇高的地位 像赫定 斯坦英 因为我第一个到这地方来的 我找到了新东西 是不是 这个不得了的 绘制了新的地图 所以这帮人 我是很佩服的 不管他的初衷的目的是什么样 当然你刚刚说 他没有什么个性 这几个我比较欣赏的人 都是 我觉得是 他所谓的成功人士 都有共同的特性 意志极其顽强 好奇心很重 非常聪明 而且很自负 因为自负也犯了不少错误 这个更显出了 一个人个性的真实感 非常真实 如果他全做完了 没有错误 那我今天要做什么呢 是不是 当然我现在的技术 是比他那个 技术手段 比他没先进很多 我记得就是 赫定那个时代 他自己那些书里面 每次回到瑞典 对吧 这个国王都会去 对的 他完全超级明星 是 超级明星 包括希特勒 不是也是他 黄人的粉丝 然后他也跟李鸿章 吃过饭 东西方的人都会去 大家公认了 那就是那个 为什么大家都共同承认 你不管你什么文化 什么体制 大家都共同承认 这些带来新的信息的 新的东西的人 是人类中最值得增进的 而且那批人 就是你刚说到 他们是古典地理学的 一个巅峰 这能向听众解释一下吗 古典地理学 就是像我讲的 在地球表面 发现 发现新的大陆 发现新的岛屿 发现新的水 发现新的冰川 发现新的高峰 测量 是吧 然后绘制在地图上 地球现在基本上 就不存在了 已经不存在这种 完全古典的地理学家了 但是有一部分 比如说你要 做一个思路的复原 还稍微有点这个意思 是吧 现在的地理学 基本上都是根据 位片 摇杆图片 然后把它数字化 然后再计算 用各种各样的 数学公式模型 它不是那种 古典英雄主义时的 地理学家 对吧 比如我探访 尼罗河的源头 寇松为什么这么有名 他是因为 找到了阿姆河的源头 对吧 那是个非常伟大的 阿姆河是2000多年前 希腊人心目中 奥修斯河 很伟大的一条河流 没有阿姆河 没有希腊人在中亚了 也没有整个中亚 河中文明了 谁找到这个阿姆河源头 他找到了 这也是为什么 当年像阿蒙森斯科特 他们去这个 极地竞赛 对 都是这种 全世界关注 我们现在看 觉得很荒谬 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了 是吧 那不一样 把命都赔上了 对 斯文赫定 他们应该也都 都经历过 说你找楼兰 找楼木坡 是吧 你看他听说 荣河文进入拉萨以后 他就不去了 我不想做第二 都是这种古典 英雄主义式的那种 所以他不仅仅是一个 我们现在想象一个 学者 学者好像就在图书馆里 马上下载点 数据库的资料 在折腾 不是这样的 这部分我觉得 不过今天的人 可能安全性上 还是比他们要 强态度了 强态度了 经常自己 一个队伍 几十个人 死了一大半 对 他自己差点可死 四五天没喝到水 他就是和玄奘时代 都是一样的 他和玄奘属于同一类人 玄奘那个 托越云门关以后 在木河延期里边 有好几天没喝到水 差点可死 和斯文赫定的感觉 完全一样 现在到 在新疆那条公路旁边 还有 就是指向 一个铁皮的一个标识 叫赫定的水塘 对 那救他命的 对 救他命的 四五天没喝到 是 因为我自己真的是感觉 就是历史地理学 这门学科 就非常有趣 因为它可以结合 大量的这样的一个 比如说实地 外情 但这个可能也不是 你们实地所的一个 很久远的传统 就能这么说吗 这个怎么说呢 我们实地所 这个历史地理学 因为肯定是比 单纯的历史学 更强调实地 更强调实地 但是你像我讲的 其实说 就像地理学一样 就古典地理学 变成了室内地理学 变成了数字化的地理学 就是历史地理 也不可能 逃脱这个命运 当然我本人 我个人的爱好 个性 审美方面的不同 结果我觉得 窝在室内 也很难 老补出什么东西 是吧 老补出现在 让人家感到震撼 或者感动的 或者新鲜的东西 尤其恰特GPT 出来以后 如果到6.0 7.0 你毫无价值的 我个人认为 这个可能得罪很多人 但是我真的是 这样认为的 我把所有的文字 图像的数据库 视频数据库 全部一股脑倒进去 ChartGPT 7.0 8.0 肯定把它做出来 东西比你漂亮 但是你的 Original Fresh的东西 在哪 你不可能在 图书过来 你知道的 所以接触 这个一手的 一手的资料 就特别重要 对 我们传统历史学 觉得什么叫 一手资料 清工档案 就是一手资料 它什么叫一手资料 这不可能是 一手资料的 是不是 对吧 我看的太多了 里面也有很多 故意篡改的 对 比如说 关于中国这块 历史地理研究 你觉得像历史地理板块 还有哪些值得 学者注意 或者说你本人 感兴趣的这些方向 我本人 暂时 因为我现在 一个是做思路的复原 还有一个的思路 我写到土工范斯坦为止 我还继续想要王熙 一直到地中海 所以我下一本书 我名字都想好了 叫聪明之外 对吧 就聪明之外 还有一个 我做一个很大的项目 就是清朝帝都级的绘制 现在第一册才出来 第二册 今年应该能出得来 总共六本 你想六卷 这个是蛮好凡的 因为清单 留下的资料太多了 对 我目前都 就能做到这 另外我个人的一个想法 就是 因为我做四丑之路 对建陀罗艺术 怎么东传 以及地中海 希腊式的艺术 怎么传到建陀罗 这个我更感兴趣 当然 现在 我以我个人的学识 可能利所不逮 但是我很想 很喜欢这些地方 比如 下一步想去土耳其 想到地中海 诸岛 整个希腊 埃及 巴比伦 它和建陀罗艺术之间的脉络 也非常有意思 它怎么传过来的 这是因为亚欧大陆 是人类文明 几千年以来的最核心区 我想把脉络给做清楚 对 我们其实理解过去的历史 尤其过去的 所谓的全球化的世界 可能是不是需要建立 这样的一个概念 我的感觉好像是 葱林以西是一个世界 它这个是可以互相交流的 那葱林以东可能一直到地中海 它是一个整体的世界 虽然有不同的文明圈 葱林以东到太平洋 葱林以东到太平洋 到日本 到日本为止 对 是这样 但是确实有很多的影响 尤其从佛教艺术上 可以看得很明显 明显就是从地中海 一脉相成 对 造像艺术 造像明显 很明显 那么一些佛教 当然我不是专门做这个 佛教一些典籍中的那些 哲学的思想 对宇宙人生的参悟 我个人怀疑猜测 很多是来自于西纳哲学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主题 当然它的这个研究范围 那就比整个帕米尔 哪一致于帕米尔 到这个敦煌之间 是要大很多了 大很多 我现在还是很想 确讨的做一些 发现一些更有意义的东西 那个比如这本书 最重要的成果是 发现了汉唐两座一门关 还包括中亚的铁门 对 这个三个重要的地标 对 作为一本书的时候 我觉得已经够了 但下一步呢 从你之外能发现什么 我暂时还不知道 因为都是问世的 我知道实际也没必要写了 所以这个考察项目 现在提上一程了吗 有提上一程 已经提上了 提上一程 就非常期待 谢谢 好 也希望能做好 对 非常期待 这些板块回头 将来都有机会 能在互助会友上 跟何阳芳老师 来提你亲口来谈这些经历 对 我一下子可以谈谈清朝 我觉得是完全是可以的 因为那两本书 我看了之后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因为我当年读过 那本红页 清朝开国史 魏菲德 我大学的时候也读过 对 但是我个人感到不满意的地方 他这个开国史 就好像仅止于收拾了 就是或者说 三番之乱 对 三番之乱 但是你的那个侧重点 其实更多的 还有他的这个外域边疆 这些部分 对 我觉得这个视角 其实很有意思 而且中间有大量的故事 可以来聊 对 而且这块 其实说实话也是 我看互联网上 很多人 炒成一团 喜欢去谈论的 对 但我觉得 其实侯老师的很多观点 我觉得很适合 在播客上来分享一下 好的 那我们这期就录到这 非常感谢 侯杨方老师时间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